1968年出生的编媒 毕业于中国人民景观大学警卫安全专业 从1988年7月到1994年12月 他在北京钓鱼台国兵馆内工作 曾接待过美国 前苏联 印度 罗马尼亚等国的第一夫人 也保护过英国 日本首相夫人 泰国公主 以及巴基斯坦女总理 由于英文流利 野心周到 编媒总是能赢得外宾们的赞赏 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第一美女王标 1989年 泰国公主施灵通访华时 编媒奋不顾身救了从骆驼上摔下的公主 两人由此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 1993年 由北京市复联 北京市青联 主办的一场北京小姐选美比赛上 编媒穿着一身锦服去参赛 修长的身材 甜美的笑容 激情的应变 让她一举成为北京小姐的季角 退役后的编媒选择下海做生意 曾经是通产永利房地产交易中心的副总裁 而且她从来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 不仅一直在读书学习 还始终保持着健康向上的生活习惯 现在的编媒除了工作学习外 最重要的就是陪伴母亲 她至今未婚 虽然生活富足 却也偶尔会感到寂寞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她还在等待那个最正确的人出现 不过她也说过自己因为职业习惯 警惕性比较高 所以女人相处有些难度 她偶尔会想起穿着寝服站岗之行的生活 想起自己以前的撒手英姿 不过她也早已过惯了平淡的日子 革命烈士江姐被杀害前 曾将自己唯一儿子彭云托付给表弟 希望她以后能报效祖国 长大获得彭云成绩优异 被公派着美国流血 然而伺候的她却再未回国 而是在美国当中深教授 当媒体问及此事 她的回答惹人争议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恢复彭云即可观看